瘦皮帽是排湾族男性盛装时候重要的配件 皮帽上的配饰更象征着身份地位 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 部落传统服饰衣着逐渐被主流时尚取代 导致文化以及工艺面临失传的危机 为此达仁乡部落透过与台东大学合作 开办了工作坊 邀请青年和长者一起学习传承记忆 手工精巧的瘦皮帽 以扇猪牙 扇枪脚和老鹰羽毛装饰点缀 搭配传统服饰穿戴更显壮盛有气势 瘦皮帽在排湾族传统社会中 是男性盛装时的重要配件 而透过帽上的饰品 除了展现自身地位 也彰显男子的智慧和英勇 他以前的话头发通常都是放敌人的 敌人的头发 就表示你有斩首过谁谁谁这样 然后像羽毛的话通常 除非是贵族的话 或是头部才会有放熊鹰的 身份地位的差异 透过皮帽上的饰品和图案 也能略知一二 尤其熊鹰羽毛象征着传统领袖 未经许可 一般人严禁配挂 然而在主流时尚趋势下 部落传统衣着逐渐被取代 文化及公益面临失传危机 为此达人向部落 透过与台东大学 人文创新与社会实践中心计划 办理文化工作坊 邀请青年与长者一起学习传承记忆 我会看到其他青年会 每个人都有自己投试 然后要不然就是 都穿手都有遗致嘛 就看起来就很有态势了 表情感觉环节一样 我们落后了很多 但是人家这样子在影响我们 我们开始慢慢的慢慢的 逐步的逐步的 这样子前进 可能落差很大 但是我们有在前进 我们有在 我们有在进步就对了 我们希望说课程是演学的 不要说就是 我们这次上完之后 它好像就是一个 很简单的手作 我们要学的 其实不是外在的形式 而是它里面的精神 随着传统文化意识抬头 部落青年主动寻求资源 希望透过工方课程 延续排完族文化知识 与公益技术 也期待借此增进 青莹两代的互动 营造老幼共学的成长环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